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一次长谈 不惜跨越千里 谈话长达四个小时 当说到未来接班人选问题时 两位伟人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同一个名字 将国家的未来寄托在他身上 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七十年代是新中国政坛历经动荡的一个时期 也是领导人走向更迭的一个阶段 从战争年代的伤病不断 到和平年代的日理万机 开国元勋们的身体渐渐不堪重负 而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也早已是重病缠身 1972年周总理确诊膀胱癌 两年后他不得不告别了自己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的地方 搬出中南海西华厅 住进解放军301医院 这一住就再也没有出来 与此同时 他的老战友老伙计毛主席的身体情况 同样也不容乐观 因为病情加重回到了湖南老家休养 1974年底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接近尾声 事关下一阶段中央领导人格局 为此已经处于二级医护状态下的周总理 不惜抱病远行跨越千里 亲自与毛主席面谈 12月26日这天是毛主席的81岁大寿 细心的周总理提前预知湖南省领导晚上为毛主席庆祝生日 主食吃面条 菜搞得简单些 宴席上众人频频举杯 氛围轻松愉悦 但在午夜时分 周总理突然接到毛主席处的电话 请他过去谈工作 要知道周总理此番前来的工作内容 早已在前几次会议中商量妥贴 主席突然深夜邀约 必定是有钥匙相商 在长沙期间 毛主席与周总理在四天内连开四场会议 前三场都有人作陪 可唯独最后一场是两位国家领导人单独的秘密会议 彻夜长谈四个小时 连负责给周总理送药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擅自上前打扰 而这也成了毛主席与周总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长谈 史称长沙决策 此时的毛主席81岁 周总理76岁 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 国家的未来接班人自然成了两人最为担忧的地方 当毛主席问出以后江山谁来守的问题时 周总理没有任何犹豫 脱口而出邓小平三个字 毛主席听后也笑着点点头 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 是难得的人才 与此同时 毛主席又公开表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他对周总理说 你身体不好 四届人大后 你安心养病 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这句话一锤定音 直接肯定了邓小平日后在中央的地位 隔年的四届人大会议上 正式宣布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即党政国家军队领导人余一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留言 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